我只是想把你拒绝拒绝了 我把你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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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阀之父直接为残疾儿子找了一位妻子 但这举动并非父爱的象征 而是因为他认为失去右手的儿子已经无法自理 父亲甚至将儿子送到乡下 只找了一个外人来照顾他 于是西悦成为了男主的新妻子 然而男主对自己可爱的新妻子没有任何情感波动 因为他深受被抛弃的伤害 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甚至曾考虑过自杀 尽管如此 他对待他人始终保持温和体贴的态度 西悦被抵债到男主家 决心好好照顾自己的丈夫 第二天一大早 他开始打扫家务 他也尝试帮助男主清理他平时难以打理的脸颊 但男主依然没有表示感激 仍然沉浸在悲伤中 态度消极低落 西悦面对这样的丈夫并没有感到沮丧 反而更加努力地经营家庭 他还承担了打扫卫生 购买食材 烹饪等各项家务工作 并且他还擅长补衣服等细致活 他完全符合勤俭持家 聪明能干的好妻子标准 然而 这些举动却让男主感到生活被打乱 情绪变得不好 尽管西悦毅然决定帮忙擦男主的背 两人开始承担夫妻共同的责任 但男主却认为西悦是一个纯洁无邪的少女 以为她没有什么繁忙 然而 西悦却回答说自己有两个很大的麻烦 男主突然想起西悦是被卖来抵债的 意识到他可能有不可告人的烦恼 然而 令人意外的是 西悦的其中一个烦恼是因为头发太多而无法拉制 只能编成麻花辫 这种表面上看似琐碎的问题却让男主忍俊不惊 这也让西悦感到自己的少女心蠢蠢欲动 然而 男主却因为傲娇而气急败坏 直接将西悦赶了出去 原来西悦是一位为了帮助家里还债而被财罚用钱买下 以此成为残疾儿子的妻子的女主角 而这个残疾儿子正是我们的男主 他不仅失去了知青 还失去了右手 被父亲当面抛弃 兄弟姐妹对他更是嘲讽与埋怨 男主辗转难眠 心思纷乱 最终决定独自前往客厅打发时间 夜色下 西悦的身影默默跟随 他点燃了周围的暖炉 静静守护在丈夫身旁 男主心生疑惑 决定借此机会了解西悦内心的真实想法 他深信西悦并不愿意嫁给自己 觉得他在自己身边会感到痛苦不堪 然而 西悦并未生气 反而细心地为他倒上热牛奶 他表达自己对于夜晚的熬夜并不陌生 还开始唱起童谣 在童谣熟悉的旋律下 男主不禁回忆其母亲 这令他心中的车祸场景再度涌现 残飞的右手成为永远无法平静的伤痛 西悦看着男主心痛欲绝 毫不犹豫地抱起他 抚摸他的头发 他温柔地将他依偎在怀中 脸上依旧展现出温和的笑容 男主得到了一丝未解 男主不解地询问为何西悦对自己如此温柔 西悦则坦言 刚来时内心充满不安 但遇到男主后 这份恐惧已然消散 他感激男主细微的关心 认为他是值得信赖的人选 面对男主的疑惑 西悦决定通过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真心 男主始料未及事情会进展如此迅速 心中一片慌乱 在惊慌之际 他突然想起了隐藏多年的武功秘籍 然而 西悦却拿来了自己的床铺 打破了男主的幻想 这令他胆到失落 直接将准备好的枕头扔掉 西悦对男主的心思了如指掌 但他仍然选择相信他 他认为这种事情要等到结婚才行 说完就昏昏欲睡 失落至极的男主打算转头就睡 不料 西悦抓住自己袖口 看着天真无邪的面孔 男主差点把持不住 看来今晚也要彻夜无眠的 殊不知 男主一眼睡到天亮 温柔贤惠的西悦 一大早就准备好了早餐 若得此气 福复何求 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喜欢上西悦 两人过着幸福美满的夫妻生活 西悦的到来 对本已厌世的男主 又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 但好景不长 这短暂的宁静很快就被一封信打破 原来这封信是男主父亲寄过来的 看完信的男主变得比以前更加的唯靡不振 尽管西悦再怎么担心 男主也无动于衷 甚至连饭都不吃 即便这样 西悦也为妻准备好晚餐 但人一倒霉起来 就连个猫都来欺负你 西悦十分担心男主会饿坏身体 只要听到一点动静 西悦就快马家鞭跑出来查看 就这样辗转难眠过了一天 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的西悦 鼓起勇气把饭菜放在男主房间 就在西悦准备离开时 突然听到喘气声 原来是男主发烧了 被家人抛弃的打击实在太大 对男主而言 自己宛如形式走肉一般 没有了身份 没有了家人 想到这些 男主恨不得自寻短见 知道原因的西悦便开始开解他 就这样到了第二天 醒过来的男主第一件事就是找西悦 看到静衣架上的衣服 男主回想起昨晚吐了西悦一声 来到了厨房 看到哼着歌的西悦 男主才松了一口气 西悦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确定男主有没有退烧 即便自己把他最好的一套衣服弄脏了 他也没有丝毫的抱怨 想到这些 男主惭愧不已 为了补偿 他准备带西悦去东京买衣服 自从失去了右手 男主至今都没走出过家门 但为了补偿老婆 他只好迎男儿上 第一次来到大城市的西悦兴奋像个小孩 他们俩的来到百货商场 探到琳琅满目的布料 西悦更是开心到手舞足蹈 得到男主同意后 他开始精挑细选 最终从中挑选出两种布料 本想问男主的意见 没想到他却说全都要 毕竟是财阀的儿子 财力雄厚 西悦嘴上说着不要 但身体却很诚实 这是第一次收到男主的礼 西悦心情乐开了花 眼看是个好机会 男主向他道歉 他便询问西悦 那件衣服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得知那件衣服 是西悦亲手缝制的第一件和服后 男主变得不知所措 他做了件无法挽回的事情 然而西悦却说没关系 他现在喜欢他为他买的衣服 听完西悦的话 少年白皙的脸颊泛起一片飞火 紧接着他们继续逛商场 突然西悦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等他转头那一瞬间 把想吃冰淇淋的想法都写在了脸上 有错在先的男主只好顺他的意 他不仅吃得津津有味 还光天化日秀起了恩爱 这引起了众人的不满 原来西悦不小心把这里当成女子学校 把男主当女同学一样对待 男主有点后悔来到这里 不过想想西悦能这么开心就算了 突然后面传来小孩的声音 看到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场景 男主似曾相识 但想到父亲的信 就让他不含而立 细腻的西悦很快察觉到这里 告诉男主现在要回去了 不然赶不上火车 看到闷闷不乐的男主 深感同寿的西悦说起父母跟他说过的话 毕竟乐观一些 活着比较轻松 西悦不仅是位好老婆 而且还是位心里导师 为了能让男主开心起来 西悦还耍点小聪明 他假装睡着后依靠在男主的肩膀上 男主被拿捏着死死了 两人又回归了普世无华的夫妻生活 西悦只要一有空 就会一针一线地缝制和服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 西悦终于把衣服做了出来 穿着全新衣服的西悦 增添几分成熟魅力 男主不禁看得入迷 就在两人交谈甚欢时 一位不速之客打破以往的平静 原来这个女人是男主的妹妹珠子 看到她的到来 男主瞬间变得惶恐不安 而且珠子说要在这住几天 尽管男主再怎么不情愿 奈何她已经是个死人 这个正在恶语伤人的女人 就是我们男主的妹妹珠子 她看似外表高傲冷漠 其实内在有着柔软脆弱的一面 她甚至被打雷声吓得弄湿裤子 就在今天 在学校遭同学排斥而离家出走的珠子 打算住在男主家里 看到抵债过来的嫂子 她也不忘冷嘲热讽一番 不说还好 一说就被珠子攻击得体无完肤 衣服穿着过于童装 年龄和身高完全不匹配 夕月被说得欲哭无泪 就算自己很不服 但知道珠子才12岁 更是杀人诛心 妹妹的聚聚扎心 男主习以为常 在恶势力面前 夕月不得不低头 毕竟要导好亲家的关系 她不仅带珠子选房间 而且住宿方面安排得明明白白 看到如此能干的夕月 珠子不得不刮目相看 对于希月的热情招待 傲娇的珠子也是一副高冷的姿态 对于这样的妹妹 男主深感抱歉 但希月表示没关系 反而觉得这样热闹点更开心 不过珠子没有这么好相处 在我们兄弟姐妹中 她是最有能力的 虽然原因和我不同 但也一直被孤立 知道真相的希月表示 自己希望能和珠子有好相处 还特意搞欢迎会 就在这时 珠子来到这里 并恶声恶气叫希月 不要做这些幼稚的事 看不下去的男主打算挺身而出 但接下来珠子的话 宛如力道一般 再次揭开男主未痊愈的伤疤 家里的人不仅把男主当死掉一样 而且 哥哥姐姐在相亲对象面前 大眼一番 父亲甚至假装哭了起来 果然听到珠子的话 男主再次变得违靡不振 不过和以往不同的是 男主身边多了一位温柔体贴的妻子 在希月的苦苦要求下 男主还是同意一起上山了 这波珠子血亏 我让你难堪 你却让我吃甜蜜 曾经厌世的男主 没想到家里的附近有如此的美景 在希月的带领下 两人来到山顶 原来希月想让男主看看树下的狐仙 此时此刻 男主深刻明白 自己的妻子是多么关心自己 他多希望他每天能开开心心 紧接着 为了让自己的夫君喝上清凉的泉水 希月双手甘愿成为一只碗 我本以为黑暗寒冷的冬天会永远持续 但不经意间 一阵风吹来 将黑暗吹得无影无踪 没错 希月就像是春日的风暴 这个女人实在太惨了 在家里完全得不到一点父爱 家庭背景加上个子高的原因 在学校遭到同学孤立 因此导致她总是一副高傲 冷漠的态度对待他人 但实际上 她的内心有着柔软脆弱的一面 非常怕黑和打雷 刚搬来男主家的她辗转难眠 突然想去厕所 不幸的是今天恰巧下雨打雷 恐怖的雷鸣声把珠子吓得胆战心惊 缠弱的她想依靠他人 走到门前后 倔强的她又放不下面子 再一次的雷鸣声 珠子害怕尖叫起来 熙悦闻到声响赶来 此时 她终于将自己的身份放下 昏昏欲睡的她带着 战战兢兢的珠子去了洗手间 突然间 天空传来一声巨响 似乎有意外即将发生 羞愧之情涌上熙悦心头 眼泪不禁夺胳而出 熙悦立即将珠子带到浴室 泼上冷水 然后进入浴缸 而此时 她自己却在倾盆大雨下 为珠子生活 每当熙悦被烟呛到发出声音时 珠子都感到心跳加速 这是珠子第一次感受到别人的关怀 尽管她曾对熙悦说过恶言 熙悦的温柔对待 让珠子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这也让她敞开心扉 与熙悦建立起了更深厚的情感联系 原来自己本以为只要进入女校 就能遇到意气相投的朋友 但大家都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 弄得我不想去学校了 父亲知道我没去上学之后 还骂了我一顿 他还对我说 你也想变得像哥哥那样吗 就这样我就来到这里 听完珠子的话 熙悦知道珠子一定很孤独 于是熙悦打算像姐姐一样照顾她 与她金兰之交 到了第二天 男主看到眼前一幕 足足震惊一整年 仅仅一晚的时间 两人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时的熙悦被裹胸部压得透不过气来 生病的她还在昏迷中 她为了解开它 手都给擦破 好在男主就在身边 但是熙悦毕竟是女孩子 感到害羞的男主只好叫自己妹妹来 然而现在的珠子正在沐浴中 根本听不到 这一刻男主明白 然后发现缠得太索了 只好用剪刀来 随着一刀下去 瞬间把男主吓得目瞪口呆 他属实没想到有如此高的山峰处立 熙悦终于喘得上起来 紧接着 他就醒了过来 但看见是男主之后 变得手舞足蹈 原来 过于丰满的胸部一直是熙悦的烦恼 在上学的时候因为害羞 他就缠上裹胸部藏了起来 大量头发和大胸部 居然是熙悦的两大烦恼 真的是身在服中不知服 就在这时 男主却道起欠来 他觉得自己很差劲 害得你生病 甚至连照顾都做不好 他好不容易以为帮他了一回 却又害他难为情 男主觉得自己无法成为熙悦的依靠 为了不连累他 男主打算解除这种关系 让熙悦回家 然而熙悦不以为意 依旧是那么温柔 脸上一如既往的温和 他表示自己不会回去的 到了第二天 熙悦已经痊愈了 还做起了早餐 看到熙悦幸福美满的样子 那一刹那 男主心中一挤 热血裹挟着一个想法一起涌上心头 他想给熙悦幸福 他想成为能给熙悦幸福的男人 来到饭桌后 男主不知道自己刚才 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想法 他都差点忘记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 这就是爱的力量 少年你已经坠入爱河了 就在这时 珠子有话要说 就是自己明天会离开这里 这个妩媚妖娆的女人 大半夜闯进男主的家 他不仅吃着男主的糖 还光明正大看起书来 现在的贼都这么猖狂的吗 他看到男主的到来 不仅不慢 游刃有余地介绍起自己 男主被他的从容淡定的胆颤心惊 然而女人却说自己确实是个贼 不过是一位偷心的贼 紧接着他拿出男主收藏的武功秘籍 捉弄起男主来 男主被他玩得一愣一愣的 少年懵懂的心被他拿捏得死死的 吃完调戏完 女人打算就此离开 哪有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的是 男主喝止了他 让他陪自己的瓶子 不料这个狡猾的女人转身就跑 就在这时 熙悦闻声而来 还以为刚才的噪音是猫造成的 得知瓶子都碎了 害怕猫会受伤的熙悦打算上去查探 然而男主害怕熙悦看到武功秘籍 所以拼命阻拦 为了转移话题 男主对熙悦送的书签再次表示感谢 这招果然有效 总算给男主忽悠了过去 不过他发现自己的书签和钱包都不见了 他回想到刚才的银子 应该是被那个女人偷了 知道他住在山下 男主立马追了出去 钱包可以放弃 唯独书签不能放弃 那可是熙悦送给自己的 饱含真心的礼物 同时那也是男主人生中第一份的生日礼物 意义非凡 另一边 熙悦在房间里闻到有其他女人的气味 这恐怖的嗅觉 而这个女人 因自己偷到钱包而沾沾自喜中 同时她也发现了书签 打算收入囊中 这个女人实在太惨了 被自己的父亲卖给别人做老婆 她好不容易逃回家 每天还要遭到酗酒的父亲拳脚相向 她从男主偷来的钱包自然被抢了 女人做这一切 只为了让自己的弟弟们吃上个饱饭 眼前这一幕 都被刚追上来的男主看在眼里 其童年阴影一下子涌上心头 感到无地自容的男主 只能郁郁寡欢地就此回去 回到家后 面对熙悦的热情问候 男主还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态度应付 到头来男主觉得自己的生日 果然没有好事情发生 到了第二天 熙悦察觉到男主有事不开心 她便热情邀请男主一起去看山上的狐仙 然而换来的是男主的冷漠拒绝 因为现在的男主一心想要回书签 毕竟这是熙悦送给自己第一份生日礼物 来到门口后 男主只能祈祷对方的父亲不在家 几次的敲门声都没反应 就在男主准备回去时 听到细水的声音 男主闻声而去 不料看到一幅春光乍蟹的山水画 看到男主的到来 女人不仅不慌还叫男主给一百码内 她说自己沐浴的样子被看光 冷静过后的男主便说出前来的目的 叫女人归还带有结梗花的鸭花数千 女人的弟弟突然闯入打断了男主两人间的对话 原来他不会做数学作业 而男主的数学水平也还可以 聪明的女人想到一个主意 她准备用书签作为条件 让男主教他弟弟做作业 结果演变成了教所有人 女人好奇地问男主为何如此珍惜那个书签 男主却含糊地回答那是他的宝物 无法用其他东西代替 听到男主和熙悦之间的恩爱 他们同时卖给别人的女人 她感到很兴奋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傍晚 正当女人准备归还书签时 她的父亲回来了 男主无奈地落荒而逃 最终并没有要回书签 她感到困惑和矛盾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熙悦 回到家后 发现熙悦早已等候多时 熙悦的温柔反而令男主感到内心更加纠结和不安 她最终选择逃避过去 只留下熙悦独自担心 到了第二天 男主一夜未眠 思前想后决定把真相告诉给熙悦 然而就在这时 女人却找上门来 一见面就对着熙悦一波冷嘲热讽 男主见状立马开启护妻模式 女人继续喧宾夺主 熙悦也从她的身上闻到熟悉的味道 女人还说自己是男主妾室 把昨天的事情一五一十说出来 最过分的是 她说这个书签是男主送给自己的 这把熙悦怒气拉满 看不下去的男主直接跑过去抢书签 不料在打闹中 书签落在熙悦的脚底下 害怕被误会的男主拼命向熙悦解释 即便如此 熙悦认为男主一定有什么难言之意 表示自己永远相信你 说完他就把书签撕烂了 此时此刻 就算熙悦不说出来 也能感受得到他内心伤心欲绝的情感 女人见状还在冷嘲热讽 男主一边捡破碎的书签 一边赶女人离开 同时卖给别人做媳妇 为什么你能过得如此幸福 而她却过着如同地狱般的生活 极度的心里油然而生 女人开始挑拨离间 看到两人的感情智力破碎 女人却感到欣喜若狂 她还表示看不惯女主一脸幸福的样子 即便这样 书签再怎么碎 男主还是保存了下来 毕竟这个是无可代替的宝物 看到熙悦的到来 男主慌张地藏了起来 对于刚发生的事 从熙悦的脸上看不到一点悲伤 她的脸一如既往带着笑容 安分手挤做起家务 熙悦越是这样 男主越感到不安 就在这时 电话突然响起 原来是珠子打来电话 她说自己顺利转到这边的女校 还交了好多朋友 因为来到那边之后发生很多好事情 她都差点忘记打电话来的目的 虽然是迟来的祝福 反正有熙悦给你庆祝生日了吧 说到这里 男主说话变得支支吾吾 察觉到这点的珠子便叫男主坦白从款 抗拒从严 经过男主的娓娓道来 珠子告诉男主 在那么多种花当中 他为什么偏偏送给你结梗花 你想过吗 女校的学生们会使用花语来代替想说的话 因为比口头说出来要更有意境 结梗花的花语是永恒不变的爱 这花是送给珍视之人的 熙悦的花 应该是怀着永远爱你的心情送给你的吧 虽说被偷走 但终归是落到了别人的女人手中 他光是想想都会悲伤到撕心裂肺 听到珠子的话 男主终于意识到 熙悦是多么多么爱着自己 他看到支离破碎的书签 这不就是熙悦现在的心吗 此时此刻 男主只有一个想法 一定要把他沾回来 不知不觉 已到了吃晚饭的时间 久久没听到男主回复 熙悦便走进了男主房间 听到打盹的声音 害怕男主感冒 熙悦打算叫醒他 于是他就看到男主所做的事情 就在这时 男主醒了过来 为什么还留着他 都变成那个样子 已经没有用了 结梗花的花语是永恒不变的爱吧 既然如此 无论变成什么样子 其中饱含的爱意都绝对不会改变 听到男主的话 熙悦瞬间变得面红耳适 熙悦看到男主为了守着这份爱情 而努力的样子 他再也一压不住自己的情感 眼泪夺框而出 既然弄丢了 就请直接告诉我 我知道你可能是在为我着想 但你饭也不和我一起吃 我就会觉得你是在躲着我 或者是不喜欢我做的饭菜 让我很担心 让我很寂寞 是的 两人在夫妻生活中 就应该坦诚相待 这样就能少点猜疑 少点误会 少点矛盾 男主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以后不要再一个人烦恼了 不过令熙悦最生气的是 男主居然和那么美的女人关系那么好 你明明有了我 熙悦醋意大发 最后男主终于把书签沾好了 有江湖和男主的气味 你知道吗 结梗花还有一个花语就是诚实 经过书签的事情 两人的感情迅速上温 就在两人含情默默时 却被林的弟弟们打断 原来这些人前来请求男主教他们学习 果然有了第一次 就有无数次 温柔的男主自然答应了 不料在草堆中又蹦出来几个 就这样男主的家里变成了私属 男主的身份从少爷变成了老师 喜欢小孩的夕月贴心准备好桌子 他一边做家务 一边静静地看着夫君 满脸洋溢着幸福两字 不知不觉中 前来学习的人越来越多 耐心的教学方式赢得大家的青睐 听到孩子们的一美之词 男主也会感到害羞 看到这么多孩子喜欢男主 作为妻子的夕月感到怦然心动 没想到林还赶快 吓得两人一个机灵 夕月自然反应 做出保护男主的动作来 然而林却说自己带了慰问品 然后就拉着夕月去厨房 在女人的安排下 夕月脚踩乌冬面 借此机会 夕月问林是否喜欢男主 林表示不但喜欢男主 而且还喜欢你 我拿书签戏弄你们的时候 你非但没有哭 还当着我的面把书签撕毁 你的眼神就像在说 我对她的信赖和爱丽 不会因这种事而改变 不会被电污 那时我就觉得 你不是个普通的小姑娘 就这样他们冰释前嫌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一眨眼就到了除夕 男主和上一年截然不同 整个人精神焕发 还主动帮忙做家务 他累到睡着也不知道 好在夕月挺身而出 为了让男主睡得舒服点 双腿甘愿成为枕头 突然男主醒了过来 门外传来夕月的歌声 男主闻声而来 害怕夕月感冒的 他直接把她抱着怀里 少女白皙的脸颊 泛起一片羞红 情到农时 夕月告诉男主 他满15岁就可以 嫁给他当妻子了 没错 今天就是夕月的生日 我可以就这样 成为你的妻子吗 面对这个问题 男主却说 现在还不能和你结婚 原来男主觉得 现在的自己 根本配不上夕月 残疾的右手 一无是处的人生 现在的自己 简直就是个包袱 但是男主想要改变 想要变成 会主动去追求幸福的人 因此男主想去复学 提升自己的知识和能力 他再找一个 能发挥自己长处的工作 然后再和他相守终身 所以现在他 还不能和他结婚 但夕月觉得 自己能待在男主身边 就心满意足 你每天都对我温柔相待 让我很幸福 而且看到你美美地 吃着我做的饭菜 也让我很幸福 你枕在我膝盖上午睡 也让我很幸福 这一年来 我从未觉得辛苦 不仅如此 光是陪在你身边 我就已经很幸福了 而且每天都是如此 所以我想和你在一起 为了与妻子有好的未来 残疾的男主 必须从事故的阴影走出来 于是他选择复学 提高知识 而找到一份好工作 然而现实却不尽人意 第一天转学过来的 他就被同学们孤立 只因男主家族声名狼藉 没有同学愿意 和男主扯上关系 紧接着就到上体育课 对于其他人来说 可能是开心的 但对于男主来说 却是件麻烦的事 只有一只手能动的他 根本无法快速换好衣服 不出意外的话 就要出意外 因男主的迟到 害得全班同学 围着操场跑一节课 同学们的怨气更重了 到了吃午饭的时间 男主选择独自在教室里吃 他打开便当的一瞬间 满满饭菜 写意着希悦的用心 想到旁人的冷落 对比希悦对自己的关爱 此时此刻 男主再也一压不住 自己的情感 眼泪夺胃而出 这一幕刚好被白鸟看到 白鸟和男主 都是刚转过来的学生 但他们的遭遇截然不同 白鸟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 是位家喻户晓的歌手 沾着妹妹的光彩 白鸟在学校很受欢迎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白鸟对男主颇感兴趣 于是在美术课的时候 他会主动和男主坐在一起 看到男主画的话 受过严格训练的他也忍俊不惊 这么奇葩的话 居然还主动往上面署名 更是让人捧腹大笑 本以为白鸟是位高手 但看到他画的妹妹素画 原来是不相上下 两人为此大吵一架 如此糟糕的话 老师也看不下去 于是给他们留下 互相画肖像的作业 就这样白鸟来到男主家里 看到男主带来了同学 夕月异常的兴奋 见此白鸟见缝插针一波 看到如此可爱的夕月 白鸟对他赞不绝口 一说到夕月的优点 男主不知不觉说得滔滔不绝 感到害羞的他借拿茶的理由 起身离开 到了厨房 夕月便问男主上学的感觉怎样 为了不让夕月担心 男主满嘴谎言说 学校的一切都很好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两人终于把画画完 果然是旗鼓相当 虽然画得很丑 但是白鸟表示自己挺喜欢的 因为画中的人物都面带笑容 夕月的笑容更是和春天如出一辙 不过靠撒谎博得他的笑容 是不是不太对呢 可男主不想夕月伤心 就算撒谎也想让夕月面带笑容 就在男主觉得自己 还是说实话比较好事 白鸟却说把谎言变成事实不就好了吗 那样就不算是撒谎了 虽然撒谎不好 但你撒谎的理由却很可贵 听完白鸟的话 男主陷入了沉思 紧接着就到晚饭的时间 在聊天的过程中 白鸟直言说自己交到一个不错的朋友 就这样 男主交到人生中第一位同龄的朋友 到了第二天 白鸟把妹妹带到男主家里 看到自己的偶像 足足震惊夕月一整年 突然你喜欢的歌手来到你家 你会有怎样的表情 夕月就是这个模样 原来小鸟正在少女杂志上做连载 大家问了很多关于恋爱烦恼的事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她打算写一首歌 来替恋爱中少女加油补静 但是她不懂恋爱 在哥哥介绍下 所以来到这里打算看别人如何甜蜜 既然是为了大家服务 乐于助人的夫妻自然而然答应了 他们还贴心地安排住所 直到写完歌为止 不过接下来两人就遭殃了 小鸟宛如人形自走摄像头 甚至连换衣服也不放过 两人的一举一动都被盯着 来到学校 男主一如既往形影单只 内心渴望着和同学们打成一片 就在这时 男主的同桌忘记带笔盒了 白鸟也借机说自己也没有多余的笔 疯狂暗示男主 最终男主鼓起勇气借给他 收到笔的同学非常感谢男主 紧接着 白鸟拿出一本书 号称是智魔同学借给自己的 居然是清热天堂 而且是最新号 同学蜂拥而至 对男主刮目相看 在回家的路上 白鸟问男主关于小鸟最近的状况 他和夕月他们关系很好 不过作曲好像进展缓慢 当问到白鸟最近为什么都不来男主家时 白鸟支支吾吾 似乎有事隐藏 另一边写不出歌来的小鸟在房间里转圈圈 看到夕月的到来 于是他问夕月是如何与男主相遇的 他可以从中启发灵感 夕月只好把和男主的故事娓娓道来 从开始的担心 后来变成相爱 每当男主认真诚实 又笨拙地对我温柔相待 我就会心跳加速 我拼命压抑 有时却还是一压不住 这不就是和我对音乐的感情一样 这一刻 小鸟终于领悟到了深层的意义 将恋爱之情和对音乐的热爱叠加在一起 他感觉可以创作出一首非常精彩的曲子 男主回到家后 夕月像往常一样询问他在学校的情况 男主有些害羞地表示自己和朋友们在一起看书 夕月却产生了误解 想象出了另一种情景 男主心里有一件事让他比较在意 感觉白鸟好像在躲避小鸟 虽然不明白原因 但小鸟告诉他 比他先爱上音乐的是白鸟 男主决定找白鸟问个清楚 事到如今 白鸟决定分享自己的故事 原来在小时候 他比小鸟更早地热爱音乐 两人一起唱歌 然而 白鸟患上了疾病 必须全心全意进行治疗 他只能将自己的音乐梦想寄托给小鸟 七年过去 白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而小鸟则成为备受瞩目的歌星 然而 时间的流逝消磨了白鸟的热气 失败让他失去了前行的动力 他无法再追上小鸟 男主深刻体会到了白鸟的遭遇 但夕月的出现改变了他的心态 重燃了他的信心 听完男主的话 白鸟豁然开朗 相信小鸟一定也在等待着他的回归 在男主的鼓励下 白鸟在小鸟新歌发布前拿起吉他高歌一曲 这次演出触动了小鸟的内心 眼泪涌上了眼眶 最终 两人化解了前嫌 共同登台演出 观众们也沉浸在他们动人的歌声中 尤其是小鸟刚发布的恋爱新歌 让夕月新潮澎湃 难以释怀 他想要向男主表达这份情感 结果他最终选择了用学习单车的借口 掩饰自己的真实感受 然而 男主却坦言觉得这并不必要 让夕月感到一丝欣慰和安心 两人的爱情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13 confident 感谢观看